傳統市場內一臺摩托車正要離開 卻不慎扯斷 攤商的瓦斯管線 大量瓦斯外洩 攤商父子發現立刻衝上前 想關掉瓦斯 但下一秒突然爆炸起火 父子等趕緊退開 其他攤商隨即合力將火勢撲滅 救護車貨爆趕到現場 堅信父子兩人手腳都有燒烫傷 救護人員趕緊替兩人包紮 並送往醫院治療 氣爆意外就發生在二十二號早上 桃園大溪市場 其他攤商表示 菅辛父子平時在賣脆皮豬肉 和手工豬肉鬆 事發當下正在營業中 沒想到發生意外 對 馬鈴薯 馬鈴薯 有了這個瓦斯 瓦斯桿倒下去 倒下去要移動 稍微有回報在哪裡 回報在哪裡 它會有刷 阿鳳起來它快點來收瓦斯 大家用都是很安全 就是那個摩托車 不注意給它碰到這個 雖然講實在是運氣不好 現場有兩名傷者 現在已經送醫院救治 那到底發生的原因是如何 目前正有消防局 現場勘驗嚴重 氣爆意外造成減輕父子 分別受到百分之五十 以及百分之二十的燒燙傷 所見兩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華視新聞吳全員桃園報導 哈囉 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核心報第1位